原标题 叙利亚的难民儿童海外网7月24日电,俄罗斯在叙利亚设立的难民接收、分配和安置中心发布消息称,全球45个国家境内现有近700万名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。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指出,统计数据显示,45个国家境内现有690万5685名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,其中包括207万1706名妇女和352万1899名儿童。 这一数字非常惊人。据报道,2012年叙利亚的人口数量统计为2200万人,700万人离开叙利亚,相当于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离开本国避难。 联合国叙利亚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已经确定了11个国家的数据。 统计结果显示,11国去难民总数为2595371人,其中约旦667018人,黎巴尔976064人,德国697878人,伊拉克251157人,马尔他1289人,波黑7111人,卢森堡663人,斯洛文尼亚458人, 匈牙利51人,捷克39人,斯洛伐克43人。 此外,消息指出,超过150万去难民表示希望,从黎巴嫩、土耳其、德国、约旦、伊拉克、埃及、丹麦和巴西返回祖国。 目前,在俄罗斯的协助下,难民返回叙利亚的工作,正在陆续展开。 俄罗斯国防部7月18日发布公报说,在经过叙利亚政府同意后,俄方已在续境内设立难民接收安置中心,以帮助逃难到其他国家的叙利亚人重返家园。 俄国防部表示,上述难民接收安置中心,业已开始运行,其职能是收集有一从其他国家返回家园的叙利亚人的信息,并追踪其返乡行程。 接收,运送各国运抵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建筑材料,协助旭政府恢复卫生和社会服务系统。 在安置过程中,向返向难民提供比药设备和其他保障。此外,续境内难民的安置工作,也由这一机构负责。 俄国防部、外交部依托俄国防指挥中心,共同成立了跨部门指挥部,以协调落实难民接收安置中心的工作。 目前,有数十个国家收留了叙利亚难民,俄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俄住这些国家的使馆,和联合国相关部门通报了俄准备协助虚难民重返家园的信息。 俄国防部网站开始发布俄方追踪到的虚难民返乡信息,并将定期更新,王栋宗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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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